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定制的收费是 没关系 我们有公子给的活动资金 等一下 话虽这么说 但乱花钱总归不是好事 就是 那个 虽说是活动 总归还需要好好谈谈价 哎呀 这个价格的话 果然 哎 罢了罢了 婆婆我这把年纪 也没什么惊 哎嘿 谢谢婆婆 放心 就交给 接下来的话 不如到外名堂去吧 难得来离岳一次 不享受美食的话 脱壳就太可怜了 欢迎 是三位吗 哎 这家餐馆 好像有个很呛的味道 你说的是我们外名堂最引以为傲的香辣配料 嗯 辣 可是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不吃辣的人 人生可少了一多半乐趣 啊 那么严重吗 而且 脱壳的菜里都要放好多好多糖 油也要用特级出炸的植物油 可真是伟大少爷 看来万明堂的菜应该不合脱壳的口味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就这些要求是吧 还有别的吗 咦 毛师傅的一 万明堂之所以叫万明堂 就是为了做出和所有人口味的菜 连这点口味要求都满足不了的话 我毛师傅也没什么颜面混集料理界了 感受到一股大厨的执着 那就麻烦毛师傅了 我 我没问题 不过先说好一件事 特殊定制口味的一桌菜 价格要比一般的高些 当然 价格也不会高到琉璃亭或者星月轩那种慢 最近是流行收钱定制 不过价格的话 那个 嘿嘿 还 这点钱的话 也就够付个条 嗯 好歹是定制 你们 哎 真是服了你们 就这个价格吧 好哎 谢谢毛师傅 各位可以先找位置做 饭菜很快出锅 哎 有点太甜了 好腻 托克觉得正合适 味道和东尼亚姐姐做的简直一模一样 可是 我们不是带托克来品尝黎月特色料理的吗 怎么觉得哪里不对 算了 不管了 托克下一站想去哪里 马头 托克来的时候光顾着找我哥哥 还没有好好看过黎月的马头 嗯 黎月港的话 繁华的马头确实很有特色 哇 车里真的好大 还好热闹 这边的海浪一直都是这样吗 从来不会结冰吗 嗯 以黎月的气候来讲 港口沿岸应该没有结冰的时候 虽说我一直只做旅行者的专属向导 但机会难得 我也来给托克讲解一下吧 这里是黎月的商贸枢纽 在定下以贸易发展黎月的站 除了商船以外 还有许多渔船和工业运输船 停抗码头 呃 补充 渔须和生活物资 嗯 多亏了 港口巨大的吞吐量 呃 其实我也避不下来这么多了 就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吧 嗯 这个港口就像全体瓦特最大的嘴巴 各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大船都会进到这张嘴巴里 最后 黎月港拍拍吃饱的肚子 发现已经被摩拉装满了 哎 那边的大铁钩是什么 我要去看看 喂 托克 不要乱跑呀 嗯 果然还是没有在听嘛 好大的铁钩啊 走近了看 竟然更大了 这个叫船矛 是靠岸的船为了防止被风浪吹跑 用来固定位置的 船矛 嗯 托克记住了 但 托克可能还是会把它和勾勾船长弄混 勾勾船长 奇怪的名字又出现了 每次过生日 哥哥都会送我一个超大的玩具 勾勾船长 黑钢杰克 铁块托尼 他们现在都摆在托克的后院里 嗯 没错 所以不能一直待在身边 感觉好可惜 没想到制东国会为了执行官的私心 这样滥用工业资源 不过 这么一说 托克会把一技守卫当成玩具 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吧 但托克最喜欢的还是独眼小宝 这次除了找哥哥之外 最想做的就是和独眼小宝一起玩 哎 那边好像在卖鱼 我要去看看 喂 不要乱跑 好 想叫呀 我要 conex的 아니면 или赖不 HIM 那边来来 你看见那我 树帅心世里 寒石引冰力于瓶神静气 清心泡水浮以冰快饮下 对身体最好 作者们还原来 他说 但是只有原地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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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小 你说谁的鱼小 小小年纪不学点好的 学着人家来踢场子 他就是看看 不要跟小孩子认真呀 不过托克 这里鱼的个头好像已经很大了 那你以前见过的鱼究竟是什么样的 大概有两百跟你这么大 我家那边的传说有提到过的 那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鱼 后来哥哥听我说完 就出海帮我捕鱼去了 几天以后 哥哥把那条大鱼扛在肩上带了回来 我和安东哥哥都非常开心 那真的是鱼吗 我怎么觉得是明海巨兽之类的怪物 大姐姐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船吧 你怎么了托克 是玩累了吗 为什么感觉不太开心呢 我想哥哥了 可是你们不是刚分开没多久吗 之前和我哥哥见面的时间太短 不算不算 带我去找哥哥嘛 我在这里玩够了 耐心总是不够呢 嗯 不过我们已经陪托克玩了很久了吧 也算是尽我们的权利了 公子之前说 自己会在清虚谱附近的河边的 好 那我们去找他吧 太棒了 出发出发 出来吧 我们去找他了 回家 到这儿了 还会了 回家 马上 回家 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